你35岁业余喝水博主 一天的2000毫升都喝什么 这是一天的量不是一口气的量 今天第一杯先来热泡吃小豆一米茶 这个我已经喝过挺多次了 第二杯冷泡这个水果切片茶 这也是经常喝的一款 里面有整朵玫瑰花 还有大片的雪梨和火龙果干切片 金菊干葡萄干满满的料 它是没有冰糖的 第三杯黑枸杞原浆 它是宁夏农科院研发的 60年专注枸杞种植与研发 就除了黑枸杞啥也不添加 ARK今天的三杯水完成 吃小豆一米茶 火龙果雪梨茶 黑枸杞原浆 先从黑枸杞原浆开始 采用高药威力化技术 液态小分子更易吸收 这杯花青素漂亮水 其实颜色还不够浓郁 不过今天太忙了 忙完就觉得好口渴 它喝起来就是清甜甜的味道 然后这样的玻璃杯泡它虽然很好看 葡萄干会堵吸管 哈哈 影响我喝水的速度 这杯也可以反复冲泡 这杯热泡到下午喝温度刚刚好 它虽然是吃小豆一米茶 但入口就是菊花的香气 后味会有古物粮食的味道 就这样下班了 晚上喝拿铁一天冻拿泥 干杯吧